腾讯体育11月2日圈,雷霆课长111比107小圣黄蜂,许多球迷能想到这个结果,但未必会料到比赛过程是那么跌宕起伏。 第三节中段,雷霆一度落后达到19分之多,在此后,他们打出疾风骤远的进攻,艰难逆转成功,NBA正式凭直播体育VS开拓者,莉拉的半场15分雷霆逆转比赛艰难取胜连续第二场落后10多分完成逆转,这已经是雷霆连续第二场比赛完成大逆转,上场对阵快传,雷霆半场落后快传达到13分。 但在第三节,依靠微笑,乔治和格兰特等人的猛烈攻势,雷霆打出39-10的单节的分比,一举扭转了比赛。 而今天,雷霆打得要更为艰苦,上半场,雷霆和黄蜂打得难解难分,但第三节上来,球队进攻突然短路,黄蜂抓住机会,阿图姆、沃克和兰姆连续命中三分。 三节还剩几分多中,沃克上来得手。 黄蜂以66-47领先雷霆19分,但此后,围上一个爆扣吹响反攻号角,阿布里内斯更是成为百分骑兵。 他单节七投六中狂砍15分,而在第四节,雷霆延续攻势。 他们在47-66后,那14分钟比赛时间里,完成了一个49-27的进攻狂潮。 无论是上场落后13分,打出39-10的攻击波,还是这场落后19分,轰出49-27的攻势。 雷霆都上演了那转玩心跳的剧本,球队固然看了刺激,却也要随时准备塑效救星娃。 雷霆为何屡屡陷入绝境?雷霆本场比赛陷入绝境,是因为第三节开始被对手打了一个14-0的攻击波。 在这段时间里,围上中投和上篮补众,乔治措施翻分,还出现失误。 一旦这两人同时牙火,雷霆进攻必然会出现问题,因为在雷霆的首发阵容里,亚当斯、格莱特和福格森都不具备自主进攻能力。 尤其是福格森,他本来是多诺万不值的一个投射点。 但这赛季,福格森状态奇差无比,投篮命中率只有30%,三分球不足10%,雷霆阵容的短板决定了当首发球员在场上时,球队会非常依赖维少和乔治。 维少和乔治是要自己不断去得分,然后吸引防守,为队友创造得分机会。 一旦维少和乔治在短时间里进攻打不开,那等于是雷霆全队进攻瘫痪,给了对手大量的反击机会。 所以,雷霆在比赛中有时候会出现,突然被对手拉开比分的场景,以今天的比赛为例。 乔治手感全无,二四投四中,其中三分球四投零中,为少前三斜十七投六中。 当这两人进攻失准,雷霆的比赛就打得非常艰难,雷霆的防守和进攻爆发力雷霆。 最近两场比赛完全逆转,方式却有所不同,上场打跨船,雷霆主要是由雷少和乔治连续进攻,打开了局面。 而这场比赛,雷霆则是依靠板凳席上,打阿波利内斯和施罗德,尤其是阿波利内斯。 他第三节攻下十五分,全场凯夏生涯最高的二十五分。 如果没有他,雷霆恐怕在第三节打完就要找线投降。 前文我们说过,雷霆首发阵容的构成决定,他们会在某些时候出现进攻问题。 但在板凳席上,他们去藏着一个德奔高手,施罗德,和一个三分妖心阿波利内斯。 而雷霆少和乔治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,早已证明了他们是极具爆发力的德奔手。 所以在轮换时间里,当雷霆、乔治、施罗德和阿波利内斯同时在场上的时候,雷霆是一支很有进攻爆发力的球队。 比如这场比赛,阿里布里斯第三节十五分,魏赏莫接十三分,施罗德、莫接九分。 他们的连续攻势让雷霆在乔治第一一整场的情况下,依然能够顺利拿下比赛胜利。 当然,雷霆能够落后那么多分完成逆转,防守是基础。 本赛季,雷霆的防守依然稳聚联盟前列,他们防守效率排在第五。 上场比赛让快船第三节仅仅得到十分,就是他们防守能力的最好体现。 必须要指出的是,雷霆最近一转的两场比赛,对手快船和黄蜂,也就是季后赛边缘的球队。 面对他们,雷霆实力上要占据上风,但如果玉联盟真正的顶级强队,雷霆还要这么玩,恐怕就要付出输球的代价了。 所以在之后的比赛中,雷霆角色球员还是要多多,为维少和乔治分担压力。 多诺万也要加快调整,本场比赛决胜时刻,多诺万派出了维少、施罗德、阿布里内斯、乔治和亚当斯的阵容。 这应该是雷霆先阶段最强的阵容,多诺万应该考虑让这五人组更长时间的留在场上,去与对手争夺先机。 让熊妮安安安心心的看雷霆赢手,小恩。